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羅卡 今天來跟各位聊一下 漫威蜘蛛人2的破關心得 不知道各位買PS5的沒 或者是買了PS5有沒有買了 漫威蜘蛛人2這款遊戲 我自己個人是大推這款遊戲啦 那今天的影片當中 也不會去聊到什麼介面的部分 會去聊聊我自己在通關後 想要跟大家推薦的幾個點 當然遊戲有好也是會有壞 因為我是玩了三款的蜘蛛人當中 這一款是BUG遇到最多的一次 後面會跟大家一起聊 通關的時速約略是26個小時 知識線有減的比之前還要多 時速來講應該也是我玩的最長的一款 打完的片尾會有兩段的小劇情 需要稍微等一下才可以看得到 通關之後會再開啟終極的難度 想要再繼續挑戰 或者想要拿拿白金的就可以去玩玩看 那我覺得這款遊戲 會推薦的理由真的還蠻多的 所以我各自整理了蠻多點 一個一個就來跟大家聊一下 首先它就是一個 帶領你認識PS5主機效能的遊戲 畫面的精細程度 各位從這個影片當中來看 應該是可以滿滿的感受到 包含它的大太陽的陽光 還有這個水面的反射 還有黑夜白天的變化 房間內別人在做的事情 你也可以從旁邊窺探一二 然後包含整個城鎮也更有人 看起來是整個生意盎然 而且這個畫面精細程度 你真的在玩 會感受得到 真的實在是太厲害了 水是水 入是路 然後所有的牆壁 細節等等的 包含每個角色身上衣服的光影折射變化等等的 真的太厲害了 音樂跟音效的水準也是非常好的 因為它本身就有漫威的加持 所以有很多音樂是可能你會常常聽到的 就是蜘蛛人的相關音樂 手把的震動它的變化性也是非常大的 小小的那種敲擊走路的感覺 或者是敵人在靠近的感覺 他的心跳在動的感覺 場景非常驚心動魄的感覺 除了你從眼睛會看到 從音效會聽到 你的手把也會有不同的震動感 讓你感受到這個變化 好像你就在現場握著那隻手把 就是正在現場被震動的其中一個物體 然後自適應扳機的軟硬程度 也會隨著你在發射蜘蛛絲 或者是你在戰鬥的時候 每個地方的不同 都會出現不同的軟硬程度 在猛毒共生的狀態之下 爆發起來 搭配那個手把發出來的音效 也是非常厲害 那這個手把呢 除了會在猛毒共生爆發出那個音效以外 有猛毒在叫的聲音 也會有一些 可能你手機想的 或者是聽到一些新聞 一些報導出現的時候 手機本身同步也會想起來 這個是蠻有趣的 會讓你本身除了看螢幕 還有聽著你的螢幕的音響 或者你螢幕接出來的音響 連手把呢 都會發出不一樣的聲音 有時候呢 會讓你有一種 嘿 這裡怎麼會突然有聲音 會有一種嚇一跳 但是有一種驚喜感 所以它整體 你只要把這個周邊設備 全部都做好的話 要用一台PS5來體驗這個遊戲 真的是可以把你整個人 拉到蜘蛛人的紐約市 第二個呢 是劇情啊 主要都是在講愛 愛這個字喔 我覺得是非常深刻 難以體會的 可是愛這種東西呢 是你不需要特別講 在旁邊也可以感受到 身陷其中的時候呢 愛甚至會讓人 有時候就是會特別的盲目 它的整體劇情啊 我覺得鋪陳的還蠻好的 初期算說節奏會稍微緩慢 而且會發現我玩了很久 根本沒有遇到什麼BOSS 或者是比較強的戰鬥 直到獵人出現 街上猛毒等等 整個緊湊性會越來越緊密 那愛的部分啊 我覺得它是會讓人動容的喔 這邊呢有講到像 父愛啦母愛 爺爺的愛 友情的愛 男歡女愛 還有彩虹的愛 在愛這一塊呢 他的表現是非常深刻的 而且不是只有在Miles跟Peter 本身會表現到愛 甚至連他身邊的親人 連他的朋友 連他的朋友 跟朋友的家人 都會有這種愛很緊密的感覺 這種愛喔 是有溫度的 用語言喔 真的很難去形容 可是當你在玩的時候 我的心情呢 是被他整個帶著有一種起伏的感受 整個遊戲你玩到結束喔 其實不會有什麼太憤怒 反而是有一種不捨 欸怎麼就這樣 劇情怎麼會有這樣子的發展 那這邊不會特別跟大家爆雷太多啦 就是希望說可以讓大家 真的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第三點呢是與眾不同的漫威之盡劇情喔 因為遊戲啊 在官方介紹的時候 他是有講到Peter跟Miles 各自要去面對一種心理層面 就是一些受傷的地方啦 但其實在這邊呢 我覺得就算是一個改邪規正的反派 他都會提到心情層面的部分 像是為什麼他會想要去犯這樣子的罪 或者是犯這樣子的過錯 如何從好人變到壞人 到最後呢又改邪規正喔 這些在裡面都會去提到 而且呢是會帶有感情的 包括像哈利啦 哈利的老爸啦 MJ啦 還有身邊陪伴的朋友親人喔 全部都會去提到一些比較內心層面的故事 就像MJ他可能在這裡呢 是想要當好一個記者 可能有遇到很多不如意的部分 他也都在裡面喔 會把內心的戲碼描述的栩栩如生 我覺得這塊蠻厲害的 因為大部分的劇情喔 很難去講到這麼深入 這麼的有帶路感 讓人可以感同身受 那跟我一樣 如果說你是看過漫威家的電影版蜘蛛人 跟新宇宙的動畫 還包含前兩版索尼出的蜘蛛人電影 玩這款遊戲喔 我覺得他的劇情是會給你帶來全新的感受 完全不一樣 而且會有非常多的驚喜 包含還會看到很多電影版 動畫版還有遊戲的一些元素 全部都會在這裡面出現 第四個是戰鬥的流暢度 加上多種的玩法結合 他不單單喔 是我們看到的一個動作遊戲而已 當然他的動作整體打法是非常流暢 而且打擊感也很棒 這塊是不可否認的 加上他的兩個蜘蛛人 有不同特性的動作打法 搭配他們的動作啦 技能啦 道具啦 天賦術啦 而且天賦術有分成兩個人 各自可以點的 跟共同可以點的 戰衣啊 也會增加一些趣味性 但這一塊我覺得在前兩代到這一塊 就是有一個緩慢的進步 或者是有一些變化 玩起來不會說差異太大 但是是好玩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 新宇宙的服裝 玩起來會有一種很神奇的掉陣感 而且畫面喔 你的場景是不會有掉陣感 就是你的衣服在飄飄飄的感覺 是有掉陣的 看起來我自己是蠻不習慣的 所以後來呢 我就會把它換掉 小遊戲的玩法 在這裡面也有出現 有類似像Ingame的玩法 或者是夜市的噴水遊戲 投籃的遊戲 那這個小遊戲 我是沒有全部玩完的 因為它劇情中有一個橋段是在遊樂園當中 你可以我玩的小遊戲有蠻多的 我大致上就體驗了幾個 就繼續去跑主線 還有潛行的玩法 玩起來會很像刺客教條一樣 這一塊其實在前兩代也有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忘記了之前的感受了 這一代感覺起來是你要玩刺客潛行的喔 幾乎整場你可以全部用這種偷偷摸摸的方式打完 包含還有第一人稱的射擊玩法啦 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是 MJ在某一段的時候呢 是需要拿著槍 然後去打擊敵人 那這一塊也蠻有趣的 就會變成一個很簡單的射擊遊戲 包括像空中飛行 這個空中飛行是在風洞裡面飛行啦 有的真的還蠻難的 那代步也可以用飛行的 畢竟它的地圖變大了 所以單純用蜘蛛王當來當去的 就需要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這個風洞也可以讓它 用滑翔翼的方式來飛行 可以大大縮短整個移動的速度 騎腳踏車的部分也蠻有趣的 反正就是會有一個騎腳踏車的橋段 這個各位看看畫面就好 最後就是解明的玩法 它有一個像修復基因的橋段 其實蠻簡單的 但是會多一點點靜態思考 所以在玩起來會有不一樣的變化 那當然場景的豐富程度 也是我接下來要講的 紐約變到兩倍大左右 整個街道鐵路車輛行人公園高樓平房等等 所有的細節老實講 你真的在玩 是沒有辦法一一的全部看清楚 它的街道的細節是你走過去 真的會發現到這個車子 這個大樓 這個大樓的轉角 該有一些窗型冷氣 該有一些陽台 一些樓梯等等的 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細節 是你沒有花更多時間 沒有辦法好好的去體驗到的 它的細節真的超多 想要慢慢看 花時間去看的 遊戲的時數真的是可以大大提升 場景裡面我也有找到 復仇者聯盟的大樓 有看到它應該是在奧斯坡的大樓隔壁吧 然後看邊講 還有奇異博士的自勝所 只是我沒有找到 整個紐約市 我有發現到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中文招牌 但是因為我沒有去過紐約 所以不太清楚是不是真正的地方 就是有這麼的多 然後也有依稀聽到路人在講中文的語音 這個就比較驚喜感的 那下一個是難度適中 而且可以炫技 我是用預設的難度來玩 難度適中呢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有的遊戲真的太難了 有時候呢 玩一玩過不了之後 擺在旁邊 升灰塵 養灰塵 掌灰塵 但難度適中呢 有時候就是讓你在玩的過程 不會說落到你就是無腦打就打完了 也可以讓你有一點點挑戰 那挑戰過後呢 你還是一樣可以過關 偶爾碰到稍微難的地方 就算你在稍微的 比較不會玩遊戲啦 多打個兩三次應該就能過 而且打架的場景 他會藏有一些機關 很容易就可以讓敵人變弱 例如說猛毒會怕那個聲音嘛 有時候就可以在場景中 找到一些可以弄出聲音的 就可以讓他暫時弱化在那邊 站在那邊 那抓到訣竅的話 先拖出來慢慢打 也可以 因為有時候敵人是一群的 或者是先閃再打 那有一些提示呢 是叫你要閃 有些提示呢 是叫你一定要用擋的 看符號啦 也可以去抓一些攻擊套路等等的 我覺得這塊蠻重要的 反正打久就會習慣 額外玩的角色 一般都不會太難 甚至會玩起來蠻舒服的 像是MJ MJ不是舒服的那一個 而是玩起來不會太難 因為他有一些像射擊的玩法 或者是潛行的玩法 都還蠻不錯的 你會發現MJ怎麼這麼厲害 隨便玩敵人一下就掛了 那猛毒的話 玩起來就是真的超級超級舒服 你在裡面會玩到猛毒 真的就是大肆破壞 有點像在玩綠巨人浩克的感覺 那下一點呢 是支線的標示更清楚 因為我玩的遊戲 大多不會過完全部的支線 有一些支線意義真的不大 或者是標示不太清楚 我得要花很多時間去找 過一個小小支線 可能獎勵啊 就這麼一點點 可是卻可以過很多的主線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選擇跳過 那有一些重複性又高 又不會有什麼遊戲性的 這些我也都會選擇跳過 這次的支線呢 我覺得標的清楚了一點的 就算找小型蜘蛛的機器人造型 他也會有大大的指示 而且又可以限制過去 所以如果有經過看到的話 一定都會過去 不然就是離我不會太遠 我也可能會特別繞過去 解決一些敵人 或者是解決一些支線的任務 那其他打怪的啊 也都會各有目的性 所以我覺得在這次的支線來講 是讓我會更有動力 想要去多解一點點 畢竟不像那個找背包 花很多時間 就是找不到 OK 那接著聊一下BUG的部分 應該有很多蠻期待的吧 我覺得它的BUG真的有點多 但我先講一下 我自己最討厭的 而且覺得這遊戲 可能是最難的地方 也不能說最討厭啦 可能我最不習慣玩的 因為有個支線啊 是要飛風洞去抓小鳥的 這個我覺得難度有點高 需要很穩定的去操作你的類比搖桿 才有辦法跟著風洞一起跑 因為小鳥在飛的速度很快 風洞在後面也會跟得很快 而且風洞它可能是會跟著小鳥 突然就轉彎 可能穿越在大樓的夾風中間 你有可能就是不小心過去啊 碾在大樓的牆壁上 整個節奏就被破壞掉 就會沒辦法過關 這塊是可以去設定輔助把它調整出來 難度就會大大降低 我只有調過一次 但調完一次呢 我直接就過了 接著就是BUG真的有點多 希望官方可以稍微改善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些BUG也不是說嚴重到不行 可是你這裡進去之後 它就需要重來 還好遊戲的自動儲存點真的非常多 所以基本上這些BUG呢 就是讓你會心一笑 然後重來就好 第一個是突然被關到一個透明牆大樓 完全走不出來 這個是我在空中盪啊盪 就是在這個紐約市中盪啊盪啊 突然就卡進去一棟大樓裡面 那我也不知道我怎麼卡進去的 卡進去之後呢 欸我發現到牆都透明的 那我可能就是在這個大樓裡面 它的那個模組裡面喔 沒有辦法出來 因為遊戲中雖然說大樓啊 它可能燈光會亮 然後裡面也有人物會在那邊看電視啊 或者在那邊聽音樂等等的 可是大部分的大樓呢 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不然就是要用副本穿越一個場景的方式 才有辦法進去 那我卡在那大樓裡面啊 走來走去 上下左右四處走走來走去 就是找不到可以出來的地方 後來就放棄啊 讀取上一個儲存點 那就順利出來 第二次呢 是扮演小蜘蛛機器人去解謎的時候 那我從一個很側的位置喔 拉開電力門 結果沒有辦法修復電力 因為它的那個電力上面的那個符號 跟我靠近可以去按三角形去做修復的時候呢 那個完全沒有顯示了 從新開始任務啦 然後從正面打開這個電力門喔 就解決了 所以代表它這個也是一個小BUG的出現 第三次呢 則是直接崩潰 就是整個跳出遊戲 問你要不要把一些問題啊 揮傳給他們 那第四次則是印象中我要爬進地鐵 而且是劇情滿後段的 人物突然卡在空中自己在跑步 完全沒辦法做其他的動作 那這塊也蠻好笑的 因為它就卡在空中喔 完全自己一直在動 我的手把怎麼動呢 它都不會理我 那最後也是一樣 就是從上一個儲存點喔 重新開始 BUG的部分啊 真的有點小多 可是我覺得修復一下 應該還是不太會影響這款遊戲的進行才對 最後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款遊戲 喜歡漫威相關的可以玩 因為你會喜歡漫威相關啦 蜘蛛人我相信應該是會蠻喜歡的一個角色 那第二個呢 是你單純喜歡蜘蛛人的也可以玩 因為蜘蛛人呢 在這邊真的是靈活喔 非常的靈活 非常的有趣 而且兩個字潤的那種 互相搭檔的感覺 互相情感聯繫的感覺喔 我覺得非常不錯 而且也有一些他們的內心戲 包括在扮演英雄的時候 可能他們會有一些內心層面的 不可以講的痛苦 想要體驗完整的PS5效能啊 又不想要玩內建的那一款遊戲 也可以玩喔 因為這款遊戲呢 你真的去玩之後 就會發現到PS5的效能真的很強 整個畫面 質感音效都非常好 音樂也非常棒 還有那隻手把 所表現出來的自適應板機 還有包含它的震動 還有包含它的觸控等等的 在這裡都會顯示出 這一台PS5最強烈的特色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款漫威蜘蛛人2 你是還沒有玩過的 甚至你最近想買PS5主機 不知道要玩什麼遊戲的 誠心推薦 漫威蜘蛛人2 真的可以收一下 好好地去體驗看看 蜘蛛人帶給你的一些快樂 跟帶給你的PS5效能展現 OK 那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選項 來這邊剪分享 也不要忘記今天的YouTube頻道 追蹤我的IG跟FB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拜拜